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来京城 就先拿你电一电我们五人的名声吧 我先拿你电一电 杀手 好 今天 又让你们来 颠颠我的命伤 大白 你身上的伤 没事吧 没事 幸好大哥 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命 不过 是我打乱你们的部署了吗 我这也是误打误撞 碰到雷笋才看到了军火 差点没死在他手上 娜儿 我问你 你为何会去那荒郊野地 是方英看告诉我 那里是六分半堂的军火库 但它情报有误 那只是雷笋存放原料的地方 大哥 办的都是同一件事 大白也牵制住了六分半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想 大哥也未必这么想的吧 我说过 江湖中人不可轻信 方英看不简单 他的心思连我都猜不准 我们已经拒绝过他了 你为何又要找他合作 方英看有豆岛雷笋 还有有桥集团 我们的目标一致 为什么不能合作 你这不是在跟他合作 你是在跟他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怎么了 只要能达到目的 就相互利用啊 你是金风西雨楼妇楼主 你不该这么做 那金风西雨楼妇楼主 该怎么做 以什么规则去做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所不为 我看是所有事都不能为吧 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就把话说明白 这金风西雨楼 每一条决定都是你做的 割足每一条消息 都交到军事手里 四大主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信 还有部下 那我呢 我没人 没权 离我调用无法无天 他们都跑来跟你汇报 我知道 我师兄很轴 你也是 两个很轴的人在一起 肯定会吵架 可是吵完了也该过了呀 你们可是兄弟 小石头 你快劝劝他呀 温柔你别劝了 让大白把心里话说出来吧 我的心里话就是 我不会回金风西雨楼 什么 你不回西雨楼 那你能去哪儿啊 离开京城 你自己心气有多高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除了京城 哪儿还能容得下你的志向啊 可在金风西雨楼 也实现不了我的志向啊 这怎么不能啊 你都已经是妇楼主了 你和师兄之间有什么不妥 你们俩可以商量着来啊 妇楼主 我这个妇楼主 做什么事都得大哥同意 大哥认可 苏孟诊他是江湖第一人 没人敢质疑他 如果这样 我也要做江湖第一人 大白菜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和师兄意见相左 我能理解 你想做江湖第一人 我也能理解 可是你不明白师兄的苦心 我就不能理解了 这个世界上好听的话 说得容易 但并没有什么用 师兄把你当成自己人 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直言不讳 可你非但不理解 你还要赌气离开 你说 师兄说的哪句话是错的吗 那天晚上 要不是师兄及时赶到的话 你 要不是他及时出现 我都会死是吧 可我告诉你 我宁愿那晚死在迪飞经手里 也不愿被他救下 那对我来说是种屈辱 你简直不可理喻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无所谓 好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谢谢 谢谢 已经想好了 想好了 会离开京城吗 当然不会 你说过 黑暗中的鲜花 不如一只火链 你想做火链 我不能拦你 等你递完此心之后 咱们三兄弟 再喝一场酒 只是不在一起办事情而已 但这酒还是要喝 兄弟也是一辈子的 四兄弟 小心 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你多少这边 是 前面看看 快走 春姐姐 怎么了 你师兄现在有危险 我们得赶紧 淳爱 跟我回去 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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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接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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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了 给你加把劲啊 我给你加把劲啊 加把劲 加把劲啊 加把劲啊 你不为救我吗 这小子耍了 这小子耍了 对啊 不讲不得 你这样 真是 老婆这种卑鄙啊 就是英雄 卑鄙 你耍英招吗 只要能赢就行 谁在乎卑鄙不卑鄙的 耍英招是什么 卑鄙啊 这都是冰雄啊 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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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也不光彩 是啊 就是 这不是让人笑话吗 动什么家伙呀 我说你们别笑啊 这场相簿本来就是我跟他撕了 本来也没有什么规矩 能赢就行啊 这什么白零啊 来来来 这一次 我可不知道要搁到哪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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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姑娘家打相扑吃沙子 这是替温柔打你的 一 坐好 走好 救你了 救命啊 救命啊 跪他 跪他 走 走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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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两个哥哥中间挑拨离箭 这是替我哥哥们还你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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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脚是要进钢 给我滚远一点 不管你在算计什么 别再找我身边的人 走